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电力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中国正在推动电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应用 并且不断完善适应未来的基础设施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动力变革 效率变革和能源变革 一个电能驱动的全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我们国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港口航道的舒骏 人工作业岛屿的吹田 都离不开巨型的专业装备 而要驱动这些装备则需要超级强大的动力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到黄海之滨 领略一下全电力驱动型自航角西挖泥船的威力 天坤号 中国第一艘全电力驱动型自航角西挖泥船 船长140米 行宽27.8米 亚洲第一 这是一艘特殊的作业船舶 它主要用于港口航道的舒骏和人工岛屿的吹田 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 这是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国之重器 历经十天的航行后 天坤号如期抵达中国东部连云港 在这里造岛神器 即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天坤号的任务是为干于港区十万吨级码头开挖航道 天坤号要将长达3727米的航道开挖加深至13.3米 并将890立方米海底泥石输送到7公里以外的吹田区 这项任务如果交给其他型号巴尼船 需要两条船分两次导运 而今天天坤号要尝试独自完成 一切准备就绪 天坤号开始作业 船前端的巨型脚刀头缓慢深入海底 它可以轻松搅碎 抗压强度高达50兆帕的坚硬岩石 相当于中强分化岩石的硬度 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输菌工况下 天坤号都能做到消失如鱼 强劲的动力来自电力驱动 在这艘船的设计上 中国工程师采用了一套全新的电力驱动系统 区别于传统的柴油机直接驱动 天坤号的柴油机不直接产生动力 而是负责发电 而挖掘 蹦送等核心部件 则通过大功率电机驱动作业 这样一来 动力输出更加强劲 功率调节更加灵活 作业效率也因此大幅提高 此时 轮机长王东和电机员杨家旺 正在对天坤号的电驱系统 进行日常巡测 机舱内 三台柴油机满负荷运转 可以为全船提供24000千瓦的充足电力 这是天坤号的动力之源 而中压配电式则是天坤号的电动心脏 全船的电能在这里聚集 并实现智能分配 极端工况下 天坤号可以在瞬间将脚刀功率从6600千瓦提升到超过9900千瓦 这比30台重型卡车的动力还要强劲 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来把我们的这个电用好 你脚刀你要多少电我专给你多少 然后你一蹦要多少电我专给你多少 它更加灵活而且反应特别快 乌云密布 海浪突起 脚刀刀齿的检查和更换却不能停止 这些由特殊的耐磨钢制成的刀齿 每一个都重达36公斤 在电机的强力驱动下 刀齿不到24小时就会磨损超过10厘米 如果不能及时更换 将会严重影响挖掘效率 越是这种刀齿存号大 磨号大的情况下 说明了它的脚刀发挥的能量是越大的 脚刀顺利更换 只是保证天坤号正常作业的一部分 对于天坤号来说 这次连云港工程更大的挑战 是对它远程输送能力的考验 连云港航道的海底泥石 包含大量粘土球混合疆结石 长达7公里的输送距离 过程中极易发生堵塞 就像人喘不过气一样 严重的话甚至会堵死 因此工程师将泥泵的功率 调整到最大17000千瓦 强大的压力 保证泥浆以每秒5米的初始速度 进入输送钢管 此时输泥管的另一端 红吹抛械的固体输菌物 已经高达每小时2600立方米 如果由载重十方的大型装载车 来运载 足足需要600辆才能完成 强劲的泥浆速度 意味着天坤号的超远距离输送能力 经受住了考验 根据工程师推算 以此方式运转 天坤号将比计划工期 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 天坤号的功力不止挖泥输菌 更出色的是 它还可以将挖出的泥石 填出一片高于水平面 6.5米的陆地 挖泥和造地一鱼两吃 新增的土地将用来建造 一个新的高科技园区 电驱技术的诞生 让拥有400年历史的挖泥船 焕发出新的光彩 因为它拥有自由分配动力的能力 可以根据挖掘和传输的动力需求 随即调整输出功率 极端工况可使输菌效率提升三倍以上 全电驱挖泥船里的天坤号是第一条 应该说是一个创新 一个电器驱动的一个突破 天坤号可以将普通港口 升级为深水两港 这让超级装备拥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从能源开发到工程建设 从交通运输到港口物流 今年的中国正在推动 电驱技术的全面应用 这是一场动力与效率的深刻变革 山东青岛 于德祥带领的技术团队 马上要测试新一代超级快充装备 连接负载 准备充电 开始充电 随着电压和电流的加大 充电功率开始持续攀升 三分钟之后功率接近峰值320千瓦 在这台大功率充电机的设计上 于德祥团队采用了全新的液冷系统 相比风冷散热 拥有更强的冷却效果 它随着温度越高 它的液冷的循环速度越高 它就会把温度带出去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它充电的安全性 新一代超级充电装备顺利通过测试 这意味着搭载新一代超级充电装备 电动汽车充电50度续航400公里的时间 将被史无前例地缩短到10分钟内 这样的充电速度 已经接近汽车加油的体验 电池和充电技术的快速升级 将极大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 然而新的难题也将接踵而来 充电桩的无需充电 解决不了规模化电动汽车发展的需要 比如说在一个小区里 100台车同时回到这个小区里 采用充电桩的无需充电 这个电网就瞬间就爆掉了 于德祥团队的方案 是用充电网代替传统充电桩 从而实现有序充电 一个厂区内的所有充电终端 都与能源路由器连接 系统根据厂区的实时用电负荷 对汽车的充电顺序进行管理 从而避免集中充电 对电网带来的冲击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要 车上剩余的电量和电网 我们富裕的电量 做一个有序的充电和方便 过去六年的时间里 于德祥团队将这套方案复制推广 已经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国350多个城市 超过332,000个充电终端的充电网络 不仅如此 在这个数据链接和能源交互的 新型工业互联网中 于德祥团队加入了实时监测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充电过程中对电池进行体检 采集到的充电数据 会实时推送到平台上 同历史大数据做分析比对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 立即停止充电 从而最大程度保障充电安全 而工程师于德祥的梦想 是为电动汽车的拥有者 提供更全面的能源解决方案 可以和电网之间和能源之间 实现这种协同的调度 帮助电网实现一同天物 让电网更安全 于德祥的梦想能否实现 今天即将进行的测试至关重要 参与测试的36辆电动汽车和充电终端 已经全部完成了V2G技术升级 这意味着这些电动汽车 可以像充电宝一样 既能通过充电设备对自身充电 也可以反向放电 于德祥今天的目标 是让36辆原本仅拥有充电需求的 电动汽车 同时向局域电网反向放电 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 立即转到放电的模式 一旦测试成功 意味着电动汽车的拥有者 就可以在电网富裕时充电 电网紧张时放电 在享受出行便利的同时 还可以享受能源互联的福利 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 开油车是需要花钱的 但是开电动汽车有可能会挣起 在家里头三毛钱 把你的车充满电 兼风电价的时候 到一块二毛钱 你可以把车上的电放出来 卖给电网 此时36辆电动汽车持续放电 已经将园区电网 供电负荷的顺时功率 从538千瓦降低到89千瓦 近80%的负荷功率 由电动汽车放电提供 AI摄像头利用图像识别 红外测温等技术 可以对参与测试的设备 进行实时监控 看来放电功率 已经达到了401千瓦 调风能够占到总负荷上的 30%以上 测试通过 在余德祥心中 关于电动时代的未来场景 正一步步向人类走进 然而实现这一切 必须依靠一张坚强 且智能的超级电网 提供电力输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中国的资源和能源 集中在西部和北部 而电力消费 却集中在东南沿海 特殊的资源禀赋 让中国必须建立 长距离跨区域调度的 超级能源通道 特高压 电力输送高速公路 它可以将巨量电能 送至千里之外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 电力装备水平的关键技术 今天 中国已经投入运行的 特高压输电线路突破25条 总输电距离超过3.3万公里 构成了世界第一的电网规模 然而 伴随着新能源飞速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水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的第一大国 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增加 要想将这些波动性 间歇性极强的清洁电能 并入电网 升级电力传输技术 势在必行 这就需要更加先进的电力传输装备 六辆重型卡车 从西安处发 前往广西刘北 车上装载着 最先进的电力传输装备 设备顺利抵达广西刘北幻流站 这些设备采用了目前世界上 可控性最高的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 接下来 工人们要在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大厅里 将这些精密设备小心组装 搭建出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 柔性直流幻流阀 阀段 是幻流阀最核心的电气单元 重达5吨 18个阀段乘一个阀塔 总重量超过90吨 相当于一架C919大型客机的重量 幻流阀未来运行时 电压是正负800千伏 安装过程中的一点毛次 甚至是移流表面的一点灰尘 铁屑都可能在通电时 带来短路或者放电 后果不堪设想 换流阀是直流电和交流电 相互转化的桥梁 新一代柔性直流幻流阀 拥有更快的功率调节速度 可以实现对波动性的清洁能源 电荷和功率的快速补偿 将来势汹汹 桀骜不逊的电流 化为绕纸柔 让清洁能源并网成为可能 同时 它可以将电网故障排除的时间 缩短到100毫秒以内 就像在水漫金山的河道 安装一个拥有智慧大脑的水坝 精准控制电能潮流方向和大小 支撑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而实现这一功能的秘密 藏在这里 十万级清洁度的工作间里 工人们正在把IGBT 驱动板卡 水溶板等压接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柔织模块 这是柔性直流幻流阀的核心 压接的力量必须严格控制 全数字化扭矩扳手 实时感知工人的压力 将数值显示在监控瓶上 确保整个柔性直流幻流阀里的 3000多个柔织模块的螺栓扭矩 精准度完全一致 一个柔织模块的价格相当于一辆高级轿车 它可以在万分之一秒中处理上万点数据 实现输送功率的精确控制 将电网的控制保护精度提高到微秒级 另一个核心部件是控制板卡 它是柔性直流幻流阀的大脑 看似普通的板卡上 有上万个电子器件 每个电子器件都拥有独立的传输线 能够实现10亿赫兹以上的极高频率传输 这样海量快速的数据处理能力 相当于在人类0.2秒的眨眼瞬间 整个罚控系统就已经上传了8000次数据 这项技术是目前全球电力巨头 都在抢占的能源应用技术制高点 世界范围内能够制造出的国家仅有三个 历时两个月 刘北特高压柔直高伐阀厅 2592个模块 合计216个罚段 全部完成安装 这是世界上首个特高压多端柔性直流幻流战 也是全球电压等级最高 输送容量最大的多端混合直流工程 测试开始 主刀闸开始向前伸展 它将与近处头的触棒完全接触并捏合紧密 在这个过程中 装备的任何异常都会导致动作中止 一旦通电成功 中国就可以将柔性直流特高压等级 从过去的正负350千伏 提高到正负800千伏 送电容量从100万千瓦 提升至500万千瓦等级 主闸道完全打开 1210安培的电流瞬间通过 完成合闸 新的柔性直流幻流阀 已经具备投入运营的条件 它将被用在一条全新的 柔性直流输电线路 昆柳龙直流工程 它可以将世界第七大水电站 乌东德水电站 每年发出的330亿度电 跨越1452公里 送往广东广西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 可以实现更加快速灵活的电网调节 它被认为是应对未来 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的关键技术 升级的技术和装备 让中国的电力传输能力 再次领先世界 而人类对电能的想象 并未在这里止步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 不论是电力驱动的造导神器 可以实现超级快充的充电装备 还是能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 提供支撑的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和装备 人们对电能的驾驭 正在不断跑出加速度 电能是清洁高效便捷的二次能源 据测算电力在终端领域 创造经济价值的效率 为石油的3.2倍 煤炭的17.3倍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推动电气化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能源电力的开发更加绿色化 电力的输送与使用更加智能化 能源电力与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融合 更加广泛深入 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转型升级 正在加快推进 我们期待着电能将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出一个更加高质量多元化的未来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